当地时间6月1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市 类48岁的艾玛加西亚 和她的丈夫何塞加西亚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艾玛加西亚是美国这10年来 最血腥的校园枪击案中 遇难的教师之一 她的丈夫50岁 在枪击案发生两天后 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他们的葬礼在圣心天主教堂举行 与其他19名9到11岁的学生 一起在这里举行葬礼 上周二5月24日 一名18岁的枪手 冲进布鲁小学四年级的教室 用A-25半自动步枪开箱 打死了他们和两名教师 他们一家在GoFundMe主页 已经达到了287万美元 乌瓦尔德镇位于 圣安东尼奥以西80英里处 有16000名居民 主要是拉丁裔和罗马天主教徒 所以żej后 Bryon 城堡 公音 城堡 发生 城都 沙泽 无趣 迪迦 门 云 shield 记性 船